就在明天 李克强的遗体就要火化 观众朋友 从现在开始 每一场聚会 每一束鲜花 每一个悼念都让中共官方如此的神经紧绷 居然昨天万圣节派对吧 居然他都要加强维稳 就是防着你装神弄鬼 不让你借题发挥 而我们不好奇的是 一个干了十年的总理过世了 居然连个吊咽的灵堂都不给 网路现在居然传出 你把李克强跟萧氏的秦刚 跟萧氏的李上福通通串在一起 根本就是一场好莱坞等级的反政变大戏 这一次因为李克强 他这个促势的消息 就引发了中国大陆非常多的民众 去感念李克强 所以他这个遗体 现在预计在11月2号的时候 要在北京进行火化 理论上来讲 应该有非常多的人 会想要去这个地方 吊咽他最后这个一面 就没有想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边 周边已经开始加强管制了 那又想说加强管制 是不是要方便人流 这个或什么的 结果不是 现在看起来他们居然是要 要阻止民众接近这个地方 你光看这个画面 事实上在这个所谓的公墓的对面 就民众坐在人行道上面 就坐在刷谱那边 就吃东西聊天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有 你看这一个 他是戴着耳机的人 所以他看起来应该就是个便衣 居然上前去盘查 而且要求他们把证件出示出 那就代表什么 闲杂人等的 你啊 其实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观察的指标 就是一个做了十年的总理 他过世 临堂总该是有 该有的格局 气派我不敢讲 格局要是出来 你要让各界 甚至让驻华使节 可以去吊咽吧 是 居然也没有 而且呢 现在其实中国大陆 有很多的这个官方 被人家认为说 你是不是异常低调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网路上面 有这一张这个照片 认为是这个李克强 这个灵堂的照片 那你光看上面 这个横幅的这一个 沉痛悼念 克强同志 老实讲 我们一般来讲 像正式的场合 不会用 只用克强 这个两个字 因为要联名待姓 这个不代表不尊重 真正尊重 其实是要有 除非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 直言讲说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 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这个女生 他其实是李克强的遗孀 叫陈宏 那结果画面也都曝光出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网民 大家认为说 这个很有可能 不是官方悼念的 这样的一个场合 而是他们家庭里面 自己这个家计的 这样一个状态 但问题来了 你光看他这个灵堂 他布置的非常的朴素 他只有遗照 跟一些所谓的 黄白的这个花束 那就他曾经做过 这个所谓的 国务院总理的状况来讲 这个灵堂 也被人家认为说 是不是格局小了一点 那你看看 我们刚才提到像陈宏 陈宏在这一次出现在镜头前 因为以前也很少看到他 他的全身黑衣 胸带白花 而且非常的憔悴 那他这负责来 主要去接待 这个自哀的宾客 所以有人讲说 那官方你的成绩的悼念在哪里 你不能总不能等到 火化的那个时候 才要告诉他 我官方有多重视 那官方帮他办的这些 有在哪里呢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来看 第一个 明天的这个告别式里面 因为他立刻要火化 那谁来制到时 这个很重要 代表是官方对这件事情的 重视的层级到哪里 还有智商委员会的名单 到目前为止 也还没有出现 那到底谁要来负责这个责任 会是谁 也不知道 第三个很多人就讲说 那你这些退休的这些人里面 有一个人叫做胡锦涛 是不是也会出现在这里呢 胡锦涛 导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画面 就是当时胡锦涛被架着 离开人民大会堂的现场 他还拍了拍 李克强 为什么讲这两个人 你看他拍了他 这是最后两个人的交会 这是师徒关系 而且现在外界认为说 李克强之所以会成为 这个中国国家领导班子 里面的二把手 其实是因为胡锦涛 把他给提拔上来 再加上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这个神秘的拍间 感觉上 是叫他你努力 你加油 还是你小心 这个的拍间 就让很多人 有很多的联想 你最后那三个字 就让人觉得 很有文章 你小心 记得吗 在上个星期五 大家还在说 李克强68岁 他已经过世了 他在八月底 还神采奕奕出现在甘肃的 这一个画面 总理好 有没有声音全部都录下来 如此的清爽 说没命 就没命了 现在居然传出 这是他最后一次现身 后面 他就再也不自由了 是真的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画面上面的李克强 在当时看起来神清气爽 突然告诉大家讲说 一个月之后 他因为心脏的疾病的问题 突然就离世了 当然会引起很多的揣测 你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陆上面 也有很多人就讲说 这个很有可能 传出一些阴谋论 他说刚从合肥 这个你就知道 说李克强的亲戚朋友说 8月30号李克强 在敦煌现身之后 就失去了联系 甚至有人讲说什么 你知道 他就讲说李克强 当时20大之后 还跟大家讲说 要回合肥 见见这个朋友 没有想到 却突然离世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之前不是有传出来 讲说李克强 他后来到这个 所谓的东郊宾馆去吗 你知道吗 他当时这个死因 很多人就觉得说很奇怪 甚至在网路上面 还传出来讲说 他很有可能到那边去 不是什么养老或干嘛 他其实是被软禁 被软禁 你想想看 东郊宾馆 为什么他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他整个的安全防卫 都是由北京中央警卫局 来负责 直接中央控管 不是由你今天这个 什么上海 或者什么其他地方 来做的 那所以问题就来了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 就在讲 说东郊宾馆 东郊宾馆 理论上应该 他的违安跟他的房屋 是滴水不漏了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东郊宾馆 会不会变成这些 所谓的中共高官 退下来的东郊皇陵 你越低调 你越压力 是不是就怕夜长梦多 但民意的质疑 是你压得下来的吗 我们进一步来看 当年的周恩来 后来的胡耀邦 因为你压 民意如流水 越压他就涨得越高 最后就涌向了天安门 大家在想 这一次呢 其实你看到这一次 李克强出事之后 居然有非常多人 走上街头去悼念他 甚至连北京天安门这边 也有很多群众聚集 所以外界就在想说 这会不会引爆 第三次所谓的天安门事件 你想想看在之前最早的时候 是悼念这个胡耀邦或什么的 就引发了这么大的风波 结果美国学者 现在他们认为说 中国大陆未来很有可能会面临到 小乱不断 但大乱没有的地步 你会觉得很奇怪 说这么多民众去悼念他 那难道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权 不会有任何的撼动吗 事实上这个学者 是从人口比例上面来进行分析 他说以中国大陆目前 15到29岁的人口比例 如果你是大于28%左右 就可以称之为叫做青年潮 但是以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结构来讲 2023年中国青年的比例 只有17%左右而已 而且你如果再进来 算他的中卫年龄 居然大于42岁 这代表是中国大陆 越来越老 对 中国大陆的人口结构 其实呈现了这个中年化 我还不敢讲老年化 已经到了中年化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这样会怎么样 他举一个例子 1989年 大家第一次看到天安门 这个六四事件的时候 当时的青年比例是31% 而且那时候中卫年龄只有 是小于25岁 代表是什么 因为年轻人他会敢于表达他的意见 说上街就上街 所以那个其实对体制会产生很大的忠识 你在往后拉在2009年的 这个所谓的七五事件里面 当时的青年比例是32% 那他的中卫数年龄也是小于26岁 这个也很年轻 那你现在告诉我说 青年比例只有17% 中卫年龄在大于42岁的状态之下 还有多少人愿意说为了理想 为了什么东西 走上街头去讲话呢 所以但整个过程你看 从上星期五一直到现在的 每一天 每一个现场 每一束鲜花 中国的维稳的力道越来越强 有一点点那种 卑躬舍影的感觉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现在连在什么公墓之外 都还要被接受盘偿 连坐在那边吃东西的自由都没有 因为很简单 政府其实越来越大 那政府越来越大的状况之下 你说政府要照顾人民 如果人民的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 可能他会满足 但问题现在回来了 如果从数字上面来看 中国居民现在目前可支配的收入 占GDP的比例 从原来在1983年的62% 到2023年的43% 意思是什么 他可以支配的钱越来越少 那这个会呈现两个现象 第一个 我可以支配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很有可能会有不满越来越多 但是我可以支配的比例越来越少的时候 代表是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精神 去想尽办法增加我的收入 让我可以支配的变得多 所以会变成怎样 社会上面很有可能会变成 大家对于议题上面 就不太愿意去高度的关心 我自己就吃不饭了 我先过饭豆了 我还跟你上街 所以他就变成所谓的散沙化 那现在问题来了 刚刚提到说 美国学者认为以后会小乱不断 但你认为在习近平的政权之下 有可能让你小乱不断吗 也没有 所以观察也发现 北京在最近变成所谓 卑躬舍颖的现象 对于你任何一个很有可能 造成维稳的这个不安因子 他们其实都要高度的管控 所以会变成什么 你知道会变成是 只要一小小的一个世界里面 他就会高度的集权 这一高度集权里面 就会让你想要不敢讲话 加强维稳四个字 全部讲完了 昨天晚上是万圣节 大家开开心心的万圣节派对 但他居然也紧迫丁人 就怕你装神弄鬼 借题发挥啊 可是问题是万圣节 如果不装神弄鬼 你怎么做万圣节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海这个万圣节 里面非常多人打扮的 非常多奇特的造型 但是其实也有媒体观察 发现到这个万圣节的变装 居然好像变成对于习近平政权里面 表达一些他们内心的想法跟不满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很多人打扮成什么 你知道打扮成大白 什么叫做大白 意思就是之前 你看到这一些 你看我在上海 很想你这个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念 但这个东西很多人就觉得 天哪你在凤刺政权 甚至还有人打扮成这个 这是干嘛你知道吗 这个是上海人共同的痛 当时整个封城痛不欲生 大白不就是当时的防疫人员吗 对啊 结果一大堆人打扮成这个上街 甚至还有人打扮成这个 这干嘛 摄像头啊 摄像头男子都出现 有人讲说不是啊 现在很多人不是拍什么微博啊 抖音啊或者什么 好像头上都是摄像头 他在奉执警察国家 这是不是也在奉执说 我什么都在监控你啊 所以你知道吗 上海万圣节这些关键字啊 疑似现在被人家发现到 糟糕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 给你给封起来 你要打这些什么关键字 居然都找不到 好那我们就看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个状况 我举几个例子给各位看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万圣节装扮成 装神弄鬼很正常 有人打扮成蝙蝠侠 你知道吗 结果你可以当到后面 哇天哪 这根本是高谈事嘛 蝙蝠侠后面一大堆警力 在声援他支援他 不是 我跟你讲干嘛 你知道吗 这个打扮成蝙蝠侠 他是故意走在警方的前面 因为警方其实现在 正在逐步的进行封锁 他把每一个街道啊 分成一段一段的给阻断啊 那所以你从后面再进来看 你有没有看到 上海远景用人墙跟警戒线 把三条路上的人 互相隔绝开来 这一招就是怕你人一多闹事 我一发不可收拾 掐头去尾切三块 你就一小撮一小撮一小撮啦 我没有不让你上街哦 我也让你参加游行哦 我也让你参加活动 但是对不起 你搞不出名堂 我就不会让你全部大型聚集起来 所以为什么 你想想看哦 人群无法聚拢 如果你今天开始发生 大规模冲突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了嘛 好还有一个什么 你知道 对于任何有可能造成人群聚集 全部都要聚集起来 你看看这个 周杰伦 周杰伦你出现就打你了吗 我跟你讲 这个人还拼命的说不要再拍我 看什么情况 警察怎么把周杰伦架走 你看他架着他那个 只差没打他拐子 你知道 因为很简单 那个不是真的周杰伦 他只是长得像周杰伦的人 结果一大堆人跑 就要跟他自拍警方说 不要不要捣蛋 这样也不行哦 当然是不行 开什么玩笑 你那么多人聚集在这里 那这样我没办法控制 所以居然把他架走 老实讲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维稳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少小的一个不满 很有可能引发这个新火燎源 你知道 好 我再给各位看一个 居然有参与者 他说 那我要打扮成 霸王别姬里面的角色 叫做成蝶衣 但是问题是 你打扮成成蝶衣就算了 你还在这边 给我挂一个牌子 叫做打倒成蝶衣 我跟你讲 这是犯了大忌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当时 演这个成蝶衣这个角色 那个时候 其实在那个文革的时候 被人家就是挂了这个牌子 然后上街去批斗 你这是不是认为 中国大陆现在又在搞文革 所以你在讽刺 文革赴屁 还有参与者 他说这样子好了 我们来弄一个大文豪 他cosplay谁 你知道鲁迅 鲁迅可厉害 鲁迅也有事 鲁迅写了非常多事 但问题是 鲁迅没事 但是扮演这个人有事 你看他弄了一个板子 在那边 学医救不了中国 甚至还讲说 他在那边背那个 那个鲁迅的 那个书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生的发生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什么意思 意思是叫大家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什么问题 你懂不懂讲出来吗 立刻一样 下场 驾走 所以你刚刚看到 雖然有人cosplay 这个什么防疫人员 老实讲我真的必须说 防疫的期间 那些人都很辛苦 但问题是 你现在才看到 这个不是疫情又来的 居然是在这个 万圣节活动里面 有人就假扮成这个防疫人员 说来来来 我帮大家消毒洗手 那你会觉得说 这个也很好啊 这个疫情还得 中央还是要这样 对不起啊 这个防疫人员还帮干嘛 你知道 路上有恐龙 帮恐龙做核酸检测 你的画面上面 那棉花是棉花棒还是棉花 这个就在奉刺政府了 这个就万万不行了 而且那个大道变棉花塔 就给人家戳那个嘴巴 那你怎么会去帮恐龙来做呢 那是不是代表说 当时在做核酸检测这件事 你要奉刺这些人 你对我戳喉咙 你是恐龙啊 已经做到了一个 这个无所不戳的这个地步啊 甚至呢 还有这个cosplay的人啊 就直接训斥人家 你真以为她是防疫 不是哦 她是假的 但是呢 旁边的民众也很配合 好 你们上街 怎么可以不戴口罩 你看旁边那两个女生啊 这个长得很漂亮 但是面部表情很严肃啊 还有什么你知道 你们在玩吗 你们在这样玩下去的时候 就代表是你们可能 对政府是不满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两个半层大白的 你玩过头之后 旁边真的警察就来了 而且那警察绝对 保持咖啡 你说不好意思 我不是cosplay的 我是真的警察 我要把你们两个 带离活动现场 今天晚上继续来看到 是李克强心脏病猝势 中国官媒今天报导 他的遗体将会在 11月2号在北京火化 这么高效率的处理 就怕夜长梦多 民间悼念的声势 越来越大 越来越猛 北京犹如半戒严的状态 今天一开始 我们给您看到 官方下达的四部政策 全面维稳之下 有用吗 李克强辞世之后 因为实在太深得民心 所以你看到 大陆的老百姓 不管你是住在哪里 很多人都想要去 这个现场 或者是他的主屋 悼念他 那现在中国大陆 因为强调的是维稳 你看到这么多民众 自巴的这个 拿花束 鲜花 带着小孩 还有学生 或者是老师 带着学生 亲自到了这个现场去 而中国大陆现在 定出了几个原则 第一 李克强的这个 就算出病的那天 不开放追悼 还有不邀请北京以外的同志 然后 以及不邀请各国的驻华使节 不安排外国的人士来参加 这是一个对待 刚刚卸任 七个月的国务院总理 该有的规格吗 当然不是 你只能说 过度谨慎到 你看 有合肥家长 安徽省的这个合肥 家长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说 不允许到这个安徽河北的这个 宏心路80号 就是李克强的故居 那个去 那边去献花 你看到没有 北城也有学校接到电话 学校害怕人多 美其名说 怕发生踩踏事件 可是你刚刚看到 是很有秩序的 哪里像我们所熟知的 以前发生的这个踩踏意外 可是你看到 电话打到每一个家长手机上来 有本事你就用文字形式通知 所以如流水一般的名义 不断地表达 他们对于李克强的悼念 但是一方面官方默默的维稳 两边在深夜里拔河 你看到这么多人白天去献花 可是晚上的时候 到了凌晨 他人就把这一束一束的献花 装箱 然后用这个车子 货车把这个一箱一箱的花束 给载走 不只是封住民众所献的花 然后把这个献花 你是有多怕花 花累积的快要 这个一个小三包那么高 或者是两米高 你就要把它清空 清空了之后不止这样 还把这个宏心路人马路两端 你看 把它给这个封住 让民众走不过去 然后呢 不只这样 在隔天 这两天的早上 又突然看到 这个安徽合肥那一天 你看到现场 有很多穿着蓝色背心 有大陆民众形容叫蓝马甲 因为他穿着蓝背心 上面没有任何单位显示 可是感觉看起来 像大陆的城管 所以你看到 昨天我们在讨论 这个现场的时候 所有想悼念的人 都还能自由进出 来到今天 今天最新的画面 开始多了这么多蓝背心 全程在各个不同角度 各个不同角落 在监控你啊 民众在献花的同时 这些全程监控民众的蓝背心人员 就是站在现场 而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 就会开始去 你把花清走了之后 又有人主动去献花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在安徽的宏心路 这个80号 第一树花 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带着她的孩子 一个年轻的这个妈妈 带着她的孩子 还是学生哦 拿着一树花 直接陷到了这个地方去 原来是他们 昨天还在讨论 短短半天不到 花已经堆到两公尺 这么高了 第一树花 是这对年轻的母子 自发性的 老百姓 基于悼念 想念 感谢 放下这树花 后面就滔滔不绝了 注意哦 年轻的妈妈 年轻的学子 年轻人 是一个时代年轻的力量 共产党 中南海 是不是就是害怕 这一股年轻的力量 开始风起云涌呢 而且不是只有 年轻的妈妈 带着年轻学子 你现在看到画面上 很多的年轻的学生 不管小学生 中学生 有老师带着去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刚刚有家长在传说 学校禁止 带着学生去 而大量的学校老师 带着学子后 去亲自到这个 李克强的故居去献花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最新的画面 那个城管也来了 纠察队也来了 蓝带星也来了 你想有效的封堵 有效吗 我们想名义 Big Water 跟水一样的 四散的汹涌蔓延 你挡都挡不住的 给你看看 另外更多的视角 除了刚刚讲的 安徽合肥 李克强住过的地方 知道 在李克强的老家 另外一个视角就发现了 在安徽定远九指的 这个李克强 主屋他的老宅 已经变成花海了 你看到现场没有 整个把 这个李克强的老屋 老主屋老宅 给包围住 你看到中间的那个 像一个那个毛土屋 那个老房子是什么房子 那老房子就是李克强的老家 哇 他堂堂干倒了 你看到一个 中共国务院总理的 还在用这种 看起来像古时候的 毛草 那个土屋的房子 对不对 没有什么装饰 没有什么 这个去修建 你看台湾多少政治人物 巴达了之后 豪宅不是 还有违建 还有做什么 一大堆 修主坟 修主 哪一个不修的 一定要有违建 还有气派 可是你看看 国务院总理 就这样的一个老祖屋的这个房子 老灾 所以当这些花海形成了之后 当然了 也一定要会引起中国 中国官方他们的这个担心 所以这一群的这样一个自发性的民地的力量 以及大部分都是青年人 还有学生 还有年轻的妈妈 这些家长 让中南海 你要怎么去管制 似乎管不住 但是你要怎么去维稳 却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方式 说走的话 清空他们的纪念的物品 让这个民众 自发性的 这样跟官方形成一种 好像拔河在拉锯 这样的一个调念 不是一个非常调诡的感觉吗 创下我们看到民间悼念的声浪 越来越高 越来越强烈 这是中南海 这是官方 压 压 压得了的吗 他们不再是现在急着要压 而且他们更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风声鹤唳一百天 这才是他们现在最害怕的事情 什么叫风声鹤唳一百天呢 因为人民自发 激烈他们的国家领导人 这是第三次 第三次 第一次周恩来 1976年 周恩来是1月8号去世的 当时的时候 私人帮也是全木鸭 很快的 就不要激烈周恩来 挡不住 所以三个月后 事务第一次天安门 欲归闹鬼叫 我哭彩囊叫 就是那时候第一次 魏京生就是那一次 接下来 胡耀邦 胡耀邦是4月15过世 大家纪念他 最后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蒙上眼睛的那个事件 然后王丹 这些人第二次天安门 那现在 你开始 明天 就要把李克强给火化了 你想着要去压 可是人民 这样的东西 心心之火一起来 他们是怕的钥匙 怕到什么程度呢 怕到的是拜登终于接见了王毅了 对不对 那基于外交礼仪 拜登对于王毅说 我对李克强的事是表示 还到 总是过去有交过手 经过面 对 结果回去之后 王毅真的好可怜 李克强真的好可怜 生前被边缘化 身后被忍弱 你看 竟然他们新华的 出来的外交新闻部上 把没有李克强去世内容 仅想说 向习近平问候 就跟李克强 终于出来一个 所谓的曝文一样 五次讲到习近平 只有三次是李克强 你看这个东西 是怎么这个状况 所以中国内部 现在还在斗 但是在斗里面 外面 拜登也开始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了 为什么呢 上一次的时候 布林肯不是去见了习近平吗 被羞辱了 你看拜登 这一次外交的手段 直接表态出来了 首先 我跟你王毅见了面 这个照片要出来 对 可是他不是在 白宫的那个大厅前面 站着你 像上次一样 习近平是站在人民大会堂 我跟你是正式的 大礼堂会面 他刻意的手 放在他的办公桌的桌椅上 这个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就是顺便接见你 你就不是重要的来宾 这个有点不太尊重吧 那就是这样子 就顺便接见你 顺便接见你 然后你来我办公室 好 老朋友了 接见面 各异的 他可以修 他可以手杯拿掉 然后下面那一张 就刻意的 我也坐在长桌子的正中间 你们两边的人 给我坐在两旁 这个画面是什么 就是布林肯前一阵子 不是忠于重要的习近平吗 习近平不是也用这个画面吗 那现在我来了 而且他这次还更直接了 你看到上面有罗斯福总统的相片 这个叫做罗斯福事 这是平常拜登跟幕僚 我们来聊一下 我们来处理一下 这个不是接见外宾的最重要的会议室 跟部下接见面 聊点事情的地方 就把你给降格了 那这个状况之后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你过去的时候 你看 我们看到下面那张照片 就是习近平那些建布林肯 那太羞辱了吧 孔佩奥或前面以前 你也是正式规见 你要这样搞 我也这样子搞你 好那我问你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内忧加外患 压力是双重堆叠 老共现在会不会 借此 发动一场 区域性 小规模性的冲突 去转移 内部的民怨 他们有没有能力发动 是一回事 但是一定要表态 他们想发动 不然可能就是下一个礼尚服 张又霞出来的时候 讲得好硬哦 台湾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绝不答应 绝不手软 讲这么硬 那一个方面 就是跟全世界嗆家 另外一个告诉全世界 你不要以为我内部乱了 我可能对外面会动手 但是另外一个状况是 前一阵子张又霞也不见了 然后这一信终于出来了 所以他要急着表忠 告诉习近平说 我愿意打 我敢打 你不要把我变成李尚服 因为下个国防部长 还没有决定 然后在这个时候 中国表现这么硬的时候 有个人是觉得说 现在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就是哈马斯了 所以哈马斯就出来说 我们攻击以色列 这个东西是给世界上了一课 我可以教你 他就说俄罗斯已经在交入了 北京也考虑 可是事实上 北京真的考虑 哈马斯这一套吗 其实蛮困难的 困难在哪里 首先呢 因为我们知道哈马斯在进攻这次加萨的时候 挖了很多地道 中国如果从台湾海峡挖地道 佩服 你慢慢挖吧 你挖到什么时候 第二个呢 他们只有一件事情 对我们是有威胁 所以我们国防部在前一阵的时候 国防的监测里面特别提到 PL-191 四百公里以上射程的火箭 因为火箭如果来万弹齐发 打不准 但是会造成一个压力 然后另外一个状况里面 中国整个氛围 就在习近平这种状况之下 内部的氛围之下 开始走向鹰 走鹰为主体 所以军 解放军的副院长何雷 就开始讲了 他们已经要把灰色地带给常态化 所以宣称 以后在我们周围周边 这样像贴沙龙帕斯的军演是常态化 国防大学的教授也出来讲说 台海问题就是中美之间的灰羞牛之一 讲得很硬 可是美国呢 其实现在也在警惕 所以美国也非常警惕说 在这么硬的状况之下 会不会失控 不断地提醒说 你们不要做危险动作 这是美国最新放出来 在八月左右的时候 八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你看一个歼十一 歼十一被拍到 那么近 谁拍的 美国的B-52 B-52的视角 拍到了歼十一 共军的歼十一 跟他这么迫近 几乎撞在一起 对 这就是他们在南海的时候 他就来迫近了 那迫近之后 竟然距离只有三公尺 在B-52在这边 歼十一竟然飞到 只有下面三公尺 前面三公尺 空中三公尺 那是多可怕的概念 是有尾流的 然后三公尺 你一下子 一个少少的一个震荡 一个气流 可能就碰到了 尤其B-52 这么大 那么大的时候会出状况 所以美国继续在警告 他说两百多次了 中国不专业 非常危险 中国就说不要讲我 八月的时候 你们有一艘军舰 也是跟我们一样 鬼切到我们的军舰前面 你看这是中国公布的画面 解放军说 美国的军舰 在中国的军舰行期的时候 美国的军舰突然加速 加速之后 大角度的转弯 这个也很危险 转弯之后 鬼切 大家又抗议了 但是后面一看一下 六月的时候 钟云号不是跟苏州号 在我们台海那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加拿大军舰 中国也有鬼切吗 那时候美国谴责吗 你知道 军舰你要看差别在哪里 距离是 B车从左边上去 一百四十公尺 哇 你牵我一百四十公尺就可以 别人牵我六百七十公尺 你就嫌危险 而且像这款伯克级的话 八千多顿 对不对 动量很大的 又要在海上紧急刹车 很难的